完美的夏天播出了番外片 嘉宾缓成了XFORM和原RYSE成员 与是想都没想到的两组人相遇了 XFORM是今年的青春有你第三季出道的组合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们出道的十分坎坷 直到节目结束几个月后才慢慢走上正轨 陆续有成员参加各种活动和节目 完美的夏天播出了番外片 也算得上XFORM比较好的资源了 XFORM这次来录节目的有罗伊州 连怀伟和刘冠佑三人 以坊间流传及官方文案排序看 他们分别在组合内排名第一 三四位 RYSE则是从创造营2019出道的组合 现在已经到期解散 RYSE出道两年间 占据着内地TOP男团的位置 人气很高 这次来录节目的是原RYSE成员 张延祺和夏之光 初出茅庐的三位XFORM成员 在综艺上面的经验几乎为零 于是在节目中引引起着主导作用的 是RYSE的张延祺 张延祺第一个出镜 在等待其他嘉宾的时候 他想出了一个整股其他人的办法 就是假装导演布置了一分钟破冰任务 他把自己的摄像机放在地上 旁边写上任务要求 其他人能上当吗 看起来开局不顺 第二个来的连怀伟并没有看到张延祺的杰作 反正先把躲在一边的张延祺给找了出来 张延祺没有办法 只好亲自上阵让连怀伟注意这个任务 摄像机的大小和位置十分可疑 任务排也十分粗糙 但是连怀伟对此完全没有怀疑 大方的介绍家展是残疑 还配合张延祺等待下一个嘉宾 下一个是刘冠祐 是这次所有嘉宾中年龄最小的 刘冠祐看起来是知道连怀伟已经比他先到 一来就大叫着找他 同样没有看到任务 于是这次是连怀伟引刘冠祐去完成任务 还吐槽他年龄小容易被骗 在XFORM里算经验最丰富的连怀伟可能也没想到 他自己也十分好骗 已经被张延祺套路了 接下来出场的罗伊州倒是不用他们引导 一下子就发现了任务 并自觉开始完成 三位XFORM成员老老实实完成任务后 最后等来了XFORM的夏之光 XFORM成员热情地欢迎夏之光 并热情地告诉他要完成自我介绍的任务 可夏之光看一眼就发现了不对 拒不完成 并直接点出这是张延祺搞的套路 XFORM三位天真小可爱 开始还为张延祺解释 称大家都露了 夏之光仍然不为所动 一句话就戳破了张延祺的套路 这是他的摄像机 于是明白自己被套路的 XFORM三位小可爱沉默了 到此情景观众都不知道 该大笑还是该同情他们了 可能沉默的三位成员 都在暗暗想念糖酒中 但凡有一个不容易被套路的在 也不至于这样丢脸 全员被套路的XFORM真是太天真 令两位却是一个比一个老道 真是江还是R1SE啦呀 不过这也算张延祺和夏之光 给XFORM的后辈们上了一课 在两位前辈的指导下 XFORM想必也能飞速学习 不久以后 大家应该会怀念 现在天真可爱的XFORM吧 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对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